音乐 哈喽各位好 我是小新 那么上一期节目呢 跟大家介绍了 惠普小超人激光打印机 那么今天呢 咱们来继续聊一聊 激光打印机里面的 这个最核心的技术 就是吸鼓 那么今天要聊到这个吸鼓呢 是惠普另外一款打印机里面 使用的全尺寸的吸鼓 型号叫做M403DW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吸鼓 不过没关系 今天呢 咱们这一期就会搞明白啥的 那么了解吸鼓工作原理之前呢 我们先要知道 这个吸鼓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装的可不是墨水啊 而是碳粉 但是呢 这个碳粉又不是碳 你可不要理解为是这个烧烤摊上 使用的那个碳呢 不是这样的 那么打印机吸鼓里面 所使用的这个碳粉呢 是由树脂和这个磁性原料 以及这个电合剂 还有这个磁粉组合而成的 所以说是可以被这个磁铁啊 所吸附的 还有这个碳粉呢 和酒精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呢 是不会被酒精溶解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碳粉和酒精 混在一起 然后呢 用磁铁再一侧这个吸附 是可以把碳粉和酒精呢 完全分离的 那么这么说呢 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比较绕口啊 不太好容易理解 那么接下来 咱们通过一个小实验 来看一看 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测试的这个道具了 两个吸鼓 一个是非官方的 一个是官方的 然后呢 还有两瓶酒精啊 这个是刚买的酒精 然后等一下呢 我会用螺丝刀 把这个吸鼓里面的碳粉呢 拆出来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酒精里面去 晃一晃 让酒精呢 和这个碳粉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之后啊 虽然说它不能融化 但是你混在一起之后 你看上去是黑色的 就特别像一个黑色的墨水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强力的磁铁啊 这个磁铁的吸附力很强的 吸附在这个瓶子的侧面 那如果说成功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碳粉给吸走 吸到一侧 然后这个酒精呢 就会慢慢变成透明的 就等于说 这个碳粉和酒精 可以把它 这个分离开来 然后呢 这边还有这个一套螺丝刀 等一下我们就 用螺丝刀 把这个吸鼓给打开 把里面的碳粉呢 拿出来 来做测试 OK 现在就开始吧 那么通过这个小测试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个第三方的吸鼓呢 存在着一些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呢 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那推荐大家还是选择 这个官方的吸鼓啊 那么关于其他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 好了 搞清楚这个碳粉的特性呢 可以帮助我们后面理解 这个吸鼓的工作原理 那么首先呢 需要把吸鼓先取出来了 非常简单 打开机盖 轻轻一拉 就可以从打印机里 把这个吸鼓给取出来了 那么看到这黑乎乎的一大块 就是传说中的吸鼓了 那么惠虎这款M403DW吸鼓呢 是一体的 有些打印机可能是分离的 比如说上次咱们介绍的 那个惠普小超人 就是M132NW 那一款呢 就是分离的 但是呢原理都是一样的 这个首先从外观呢 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结构的 所以我们直接 从一个模拟的斜切面 来看一看 它里面的一些结构 首先中间这个圆形的绿色滚轮呢 就是这个感光鼓 也是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了 那么在感光鼓后侧呢 这个黑色部分呢 就是碳粉中的碳粉了 那么感光鼓前侧呢 还有一个小槽 会储存一些清洁板 清洁下来的这个碳粉 那这部分呢 仅仅是吸鼓内部的结构啊 不是很完整 我们需要把整个打印机 内部结构呢 全部都拿出来 一起组合来看呢 才能看到明白 那么其他部分呢 有这个转印轴啊 还有这个加热单元 等等一些小的部件 那么打印机一套完整的打印流程呢 应该可以分六个步骤啊 首先第一步就是充电 需要先给这个充电管充电 使这个感光鼓呢 形成电荷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这个激光照射 通过打印机内部的激光发射器 把所需要的打印信息呢 照射在这个感光鼓上面 改变这个感光鼓上面的电荷性质 记录打印的信息 那么第三步呢 显影 通过感光鼓上面的电荷呢 根据打印信息吸附这个碳粉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 做实验的那个原理啊 那个磁铁的那个原理 第四步转印 将这个排列好的碳粉的颗粒呢 转印到纸张上面 好 第五步加热定影 那么前面第四步呢 只是把碳粉印到纸张上面 需要加热 才能够把这个碳粉呢 转化为真正打印出来的图案 或者文字 把它给定下来 我们每次拿到这个 刚打印出来的文稿啊 都会觉得 哎呀热乎乎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最后一步 这个加热所导致的 另外还需要多说一句啊 惠布原装的吸鼓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低温溶点 那么怎么理解呢 其实它主要的优势呢 有两点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节能 溶点低呢 可以有一定的程度的 会节省这个能耗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附着力好 就是定影之后呢 不太容易掉色 你放了时间久了之后 还会保留原来的这个面貌 这一点呢 我们后面再详细说 好了 第六步 这个清洁 因为这个感光鼓呢 需要这个转动起来 重复使用 所以你在转印之后呢 必须要清洁干净 才能可以 给下一次提供使用 吸鼓内部呢 有这个自动清洁的刮板 会自动清理感光鼓上面 残留的这个碳粉 所以说这一个 一套完整的流程呢 大概就可以分这 一二三四五六步 那么所有的激光打印机的工作原理 和这个完整的打印流程呢 差不多都是这些 有一些打印机可能有少许的区别 但是差别不大 那么搞清楚激光打印机的 工作原理之后啊 如果说 这个吸鼓里面的碳粉 用完了该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 有两种方法 要么加粉 要么购买新的吸鼓 那么问题又来了 加粉该怎么加 吸鼓该怎么买呢 那么其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啊 加粉这种操作是需要打开吸鼓 会破坏整个吸鼓的蜂蜜性 很容易造成漏粉呢 带来一些污染 甚至呢 可能导致机器内部出现故障 所以呢 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这种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购买全新的吸鼓呢 买回来直接更换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这样呢 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目前各大购物网站 除了官方的吸鼓以外 你一搜索还有很多第三方的吸鼓可以选择 不仅品牌多 这个价格呢 也非常混乱 什么带芯片啊 不带芯片之类的选择 会挑到你发疯 这个官方的建议呢 当然是推荐大家去买原装的吸鼓来使用 这样无论是从打印效果 还是从功能使用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主客来分析一下 原装吸鼓和这个第三方的吸鼓呢 到底有哪些区别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官方的配件呢 肯定是要比第三方的要好的 无论是从这个服务方面 还是从这个使用体验 或者是质量方面呢 都要好过于第三方的 那么我们看官方的资料介绍啊 这个原装的吸鼓有四大特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健康环保 指的是这个碳粉呢 采用相对比较环保的材料 那么打印的时候呢 也比较节能省电 而且呢 不会漏粉 因为我们从这个外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官方的吸鼓密封性呢 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第三方的吸鼓呢 就有一个加粉的小槽 那么有这个小槽呢 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漏粉的一些状态 那么第二个 就是高科技 那么这个高科技啊 指的是惠普吸鼓专有的技术 所带来的这个多块小省 以及各项其他的专利 比如说这个球形的碳粉颗粒 更加节能的打印效果等等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高品质 那这个呢 很简单的 就是打印出来的效果呢 比较精细 比如说这个精细度啊 还有这个稳固性等等 都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可以保证这个存放很长时间呢 都不会褪色 那么第四个 就是完美体验了 那么以上这些呢 都是官方的介绍的优点呢 咱们实际使用的时候 这个原装的吸鼓和第三方的吸鼓 或者说这个优质的吸鼓和劣质的吸鼓 到底有哪一些区别呢 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感知到的区别呢 我们就挑选出来几个比较重要的 而且有代表性的来对比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官方原装的吸鼓中的碳粉呢 采用的是聚合调色剂 特性呢 就是颗粒非常小 分布呢 相对会比较均匀 而且这个形状呢 为圆形的 而第三方的吸鼓中的碳粉呢 大多数都是这个不规则的锯齿状 而且颗粒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所带来的区别就是啊 在打印的过程中 最终加热压印的时候呢 会很容易导致这个打印出来的图案呢 和周围的颜色混淆在一起 如果说是黑白打印的时候呢 这个黑色碳粉呢 就会很容易导致这个字体 或者是图案边缘呢 很不顺滑 那么这一次呢 我也购买了第三方的吸鼓来做测试啊 结果当然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这一张 打印出来呢 有文字有图形 首先在字体边缘部分呢 原装的吸鼓 就是非常整齐 没有多余的碳粉三流 而第三方的吸鼓呢 则是刚好相反 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者的区别 而在另外纯色的部分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从侧面呢 分布很不均匀 而且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噪点 我不知道这个相机能不能拍出来啊 这个就感觉到黑的很不纯粹 从这一张打印效果来看呢 已经高下力盼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两者的区别了 那么第二张 我们打印一个人像的图片来试一试 那么黑色部分呢 一样是同样的问题啊 在整个照片中 阴影的部分呢 比如说这个脸上 第三方的吸鼓打印出来的效果呢 很明显就显得很粗糙 而这个原装的吸鼓呢 就非常干净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区别的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打印效果 我个人还是很不开心的呀 那么通过前面两个测试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区别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究其原因 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 这个碳粉的颗粒呢 不是圆形 而是不规则的锯齿状 在最终压印的时候呢 就会很容易 和周围的打印信息 形成干扰的现象 所以呢 就会像刚才一样 形成很多噪点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 都是第一个区别啊 那么第二个区别 就是长期保存的问题 当然像咱们普通办公室 打印出来的一些文档呢 使用度不是很高 比如说这个 会议提纲之类的这些文档呢 几乎就算一次性的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打印机的要求呢 并不会特别高 但是对于财务报表 或者是档案室这种 需要把文档 长期保存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打印质量呢 自然要求会比较高了 那么咱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原装打印机的锡骨呢 这个碳粉 是可以在长期保存的情况下 也可以稳固的印在这个纸张上面呢 不会掉色 相反 这个一些劣质的锡骨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褪色呀 或者掉粉的一些现象 很容易反映在其他的纸张上面 那么对于咱们普通办公室的使用场景呢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像政府啊 警察局这种 需要长期保存档案的来说呢 出现这种情况 所带来的影响呢 那可就无法估计了 好了 通过前面的工作原理介绍呢 以及这个打印效果的对比啊 相信各位心里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么官方原装的锡骨呢 从很多层面来讲呢 都要好过于第三方的锡骨 所以说 如果你是对打印效果 有一定要求的话呢 千万不要去突便宜 买一些劣质的锡骨来使用 一定要选择高质量的官方产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我们之后再有其他的好玩的东西呢 在录节目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想要来这更多好玩的节目 或者你有其他建议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在微博搜索科技小新 然后点击关注 你的评论我都会看到 重要的是 在微博上时不时还会有福利 好了 我是科技小新 科技小新就是Tek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